砌完非常棒的黄金電騎士後 肉霸不能,要砌這隻最長幻象 打開這些組件,有兩樣東西令我很害怕 就是這個鞋子很尖很薄 其實黄金電騎士都是同樣的組件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黄金電騎士 我又不覺得它危險 可能是因為這個包裝的關係 這個包裝是這四板東西 是這樣搭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大膠袋再包著它 這個位置就很危險了 所以我要處理一下 另外就是這一件件 這一件件,這個頭位 這個尖的地方是又薄又又又尖 比腳還要尖很多 是非常之危險 但是這個,我也覺得可以 因為這個保護都足夠 而且它在這個盒子裡是表面的板件 所以應該都可以的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 跟黃金電騎士一樣 雖然摸上去沒有黃金電騎士那麼油 但是穩妥一點還是用四瓶洗一洗它 由於這個位置實在太害怕的關係 所以我會先把它剪出來 先把它剪出來,就算還未砌到 剪了出來 我覺得離得太遠了 我稍後會收一收它 剪完出來之後 因為現在還未砌到 我會用一個小袋子 進去 然後我會黏在我的櫃門的內側裡面 基本上可以確保它的安全 當你砌到的時候才去攪拌它 因為你看到,嘩,大佬,真是… 真是瘋了,神經病 這個頭,我想我們應該是由它不攪拌 因為你現在這樣看到,好像有點危險 它有這個框的保護 以及第一板,我相信應該都OK 不過看起來已經好像有點咬柴 這個說明書都跟黃金電其實一樣 精美製作,粉紙精印 但其實你看到可以先把骨架拿出來 這樣也OK 看看我能不能跟進這些衣服 不過其實絕大部份都是看不到的 其實這個說明書畫得很漂亮 黃金電其實也是畫得很漂亮 但它有些指示不是太清楚 它不夠一個補足 有時候有些分到左右的地方 它沒有畫得很清楚的角度 譬如手腳那些是左右的 但它永遠都只是畫個右給你看 它不會畫個左的 你是要自己猜的 那你這個… 身體看起來都好像複雜 但其實應該不是 應該跟黃金電其實差不多 都是簡單的 其實它的關節有得讓你選擇 那你見到 可以選擇可動和不可動 可動就是一個膠蓋 刺球組合 這個就是不可動 膝蓋也有的 你可以選擇可動 或者是不可動 基於黃金電騎士 你都不會擺姿勢的關係 我想我傾向都會做複死的 那麼角度我想它應該… 譬如官圖的黃金電騎士 應該都應該是複死的 因為這個波階 這個波階 你不是Bandai 我很相信 攪一攪一攪一 它應該會向後… 會向後線 向後咬 那麼… 即是無謂的 到時你難道擦回它 你擦不回 因為你瘋死的 所以關節呢 我想我也是複死的 這裡也是的 你要見到 左右 左邊這個就是波階 然後塗下去可動 右邊這個就是複死的 用不了的 用古關節 我想都是複死的 穩陣 或者我試一試 看看角度是否好看 如果複死的角度是好看的 所謂好看的就是 它有少許咬口 然後左右轉開 接著就是… 抹開腳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用複死的 反而是更好 我砌到那邊的時候 試一試 手複好像沒有複死 手複好像是可動 可動 可動也不錯的 即是潤滑滑滑 就不錯的 嘩… 出現出來就… 不知道是不是角度的問題呢 正面是否可以呢 側面看是無敵的 又是最強的 最靈的最強幻像的款式 最開始就… 還是先砌骨架 我想應該是很簡單的 件就比較多 我想最初是砌到這樣 不過後裙是強制要先砌 這個真麻煩 腰部的顏色 我還未完成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這些顏色 我都沒有這些顏色 怎麼搞呢 這些都… 差不多就算了 因為其實都看不到的 好,開工 這條腰呢 你看看官套 這條腰部很黑的 它說明書的指示 其實是用28號 郡市的28號 即是黑鐵色 你看到… 其實我又不知何時 買了一支 都很久了 一年多兩年了 黑鐵色 你看到28號 即是年代非常久遠 不是說這支很久 它號碼低 就是它很早出過 其實我記得小時候用過 我的印象就是 它真的是黑色 很黑的 有些比較粗的眉粒 現在不知是過了那麼多年 它有改進 我看到眉粒不是那麼粗 但我有點害怕 因為它太黑了 所以我是混出來 你會見到我這個 是黑暗 但是很有金屬感 不過現在有打燈 你可能會覺得它好像光了 但其實它也很暗 那怎麼辦呢 我是混合了MX20 我是用雙聲瓶去混合 那我這支東西 不知道是否放太久 即是我倒進去 我倒進去 我倒進去 它只有5ml 多一點 即是6ml 倒進去就6ml 當它6ml 然後我用MX20 倒進去剛剛10 剛剛10 然後混合2.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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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混合出來了 就是這樣 噴的時候 因為它的MX系列 它的銀力很強勁 你不要濕噴 或者你不要噴太多浸 你濕噴又噴太多浸 你噴太多浸 噴太多浸 它就會變成MX20 它會變成暗 暗得來又不是黑 但是因為有MX20 的銀的幫助 它很有金屬感 很亮的 你看到是很亮的 很暗的 有光可能是光一點 實際來說 比較暗淡 但是它又不是黑 又很有金屬感 是很漂亮的 微粒也不會見到很粗 這個呢 其實它本身的東西都很緊 你可以不用加水 其實這個呢 我是前面的一個 叫做加少許加水 其實都不用加 其他那些呢 就是這樣噴下去就可以了 暫時現在這個 這樣的混合法 就是28號黑鐵色混合MX20 似乎都非常不錯 大日的什麼高大那些 如果做這個筆架 這樣混合出來 感覺都非常漂亮 那天的頭 開始組裝這個頭 已經覺得它很手掌 但這個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最手掌的地方 它這些位置就 OK準 有些又不是很準 這些就很緊 那你就要硬 有少許半隔隔 這樣做下去 那有些位置就很煩 真的 它不分件 就是這隻東西 有很多地方是 它應該分件它不分 它不應該分的它就分 那比如這條頸後面 你分給我有多難 這東西我自己游 就是 手游是不漂亮的嘛 那中間這條頸裡面 都有一些是黑鐵色的 我沒得面膜 怎麼面膜呢 那些位置有九雅 那不是有油 油就不漂亮的 但幸好它在裡面 不是太能看得到 也算是OK的 那裡面這個紅色的駕駛艙 我因為其實組裝完之後 出來看不到的 那我就這樣剪出來 抖下去就算了 不過全部都要用膠水的 那這個駕駛呢 就開始已經是 砌的時候 就覺得 已經開始是很手板的 它裡面的位置 很多是沒有儲 就是這樣放下去 譬如中間這個東西 都是這樣放下去 但是它放下去 因為它沒有儲 也沒有一個很準的筍位 所以這些呢 很多都是 你吸下去的時候 很吸正的味道 因為你要下膠水 譬如這個中間這個 你吸下去 你可以左退又可以右退 那它到底退了 還是退右呢 你要猜的 好慘喔 這個上身這個呢 其實真的完完全全 已經是一個手板 就是很嚴重 有這些位置 落足膠水 如果不是呢 它會 它會有一些 即當你將來再摔下去的時候 它受力的話 可能是會摔下去的 那你有那麼厲害 膠水你就落到那麼厲害 那這個因為 舊東西呢 即不是網銀電的東西 那麼新 所以呢 它沒得拉出來 它只有這麼厚的 而且那個幅度呢 是很少的 因為你要頂著的 你不要更加向前推 要不然呢 掉了出來 那麼你看看這些顏色呢 這天講講的顏色呢 那麼 看看它的說明書呢 其實呢 我是大概跟著它說明書的顏色 就是這樣做的 那麼這個淺色的部分 就是這個淺色的部分 就是這個淺色的部分 我是用了這個 這個 Gaia 這個這樣的系列 NC007 叫做 Join Gray 叫做 關節是這樣的色 那麼看上去呢 它是灰灰灰灰的 是有一點紫的 那麼跟這個呢 看這張照片呢 是很像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噴出來呢 它有淺色了一點點 啊 真是激死了 那麼所有這些 深色的紫色的部分 這些 那麼你看到這些呢 我沒有得面膜 我全部是手油 很可憐啊 有些可以噴啊 我就噴啊 不然呢 就唯有手油 拼完下去呢 都不太見到 有些甚至是看不到 我就有它 那麼這個深色一點的呢 我就是用了呢 Finisher 因為現在呢 郡市街的那些顏色 真的很難 即是不齊的 紫色呢 很多紫色都沒有 那麼沒辦法 Finisher 這支都是貴的 陰光 Blue Purple 它很奇怪 它有Purple Blue 又有Blue Purple 你選擇 那麼我選擇的呢 深色了一點點 是比這個呢 是再深一點的 還有紫很多的 但是不要緊要 買多就算了 那我身呢 就已經呢 是 開始感受到一支 砌手板的Feel 那裙呢 你看到呢 我是強制就砌了這個 裙底 在裙底 在裙底 因為它的說明書是 你一定要這樣砌下去 它才能組合到 那麼無計 所以就強硬砌了它 你看到這個呢 三藍色的部分呢 我就是Mask了它再噴 因為這個是2Mask 都砌出來也看不到 那這個呢 我就噴了電腦 你會見到 但是呢 有些問題 噴電腦其實呢 你的黑底是最重要的 那麼呢 我就是用了這支新裝的MODAL 究極黑 那它這些呢 其實我現在開始不是太喜歡MODAL 因為它 它是想賺到盡 我覺得 它很多都改了裝 玻璃瓶不給你 用膠 省錢 可能省運費 那這個究極黑呢 就比較大一點 比以前那些 但是呢 雖然它說 它這個已經是最佳的調教角度 但是我噴下去呢 不是的 就是 大哥 你認為這個是最佳的調教角度 不是各樣的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最佳的 即不是調教角度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最佳的稀色度 的比例 我噴這個下去呢 我不覺得它是最好的 噴了下去之後呢 它不滑 而且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以前小瓶玻璃瓶那些 究極黑噴出來呢 是比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濃度變了的關係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那另外就是呢 噴完究極黑 就是要噴這個電腦色 那我就是用回 我之前進了一些 都不是之前 都很久之前 即是去年還是前年進了一些 進了一些的 S09 這個是E7 我講過了 我不會再買E7有的 這個是很久之前買下的 這個是陽極電腦銀 S09 噴出來是挺漂亮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這些手板 你會看到它的膠件 其實呢 它不平的 它不平的 所以你噴下去 究極黑噴下去 我都覺得它不夠滑 即是 鍵鍵本身已經不平 究極黑噴下去 好像不夠滑 你的社會電腦 你都會看到 是有點狠的 這個最主要 不是究極黑 最主要是那個 是那個電腦 是那個膠件不平 所以你會看到 有些凹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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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凹凸本身有 所以你噴出來 就會這樣 我不知道其他那些 是否這樣 而且你要磨 我真的自問 沒有得磨 但怎麼磨呢 它又彎 又凹凸進去 沒有工具可以讓我這樣磨 我已經盡力了 裡面似乎是比外面漂亮 現在有點吵 因為我開冷氣 這麼熱 不開冷氣 我真的會死 這個手 基本上 它和黃金電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黃金電其實是用的 也有少少不同 例如前臂有些東西不同 這個深藍色有少少不同 肩膀上面的框也有少少不同 下面的框是一樣的 這些位置一樣 放足膠水 這個盤也是放足膠水 這些都是 你不放足膠水是搞不定 因為我拼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拼了 你會看到 這些位置 我明明沒有膠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膠水 弄在我的手上 搞到這裡 弄了 很生氣 很無人 這個腳 基本上 是 基本上 是 骨架完成 和黃金電的事 有很多件都是共用的 所以 也算是有少少熟手 但也有少少不同 我一看到這三個東西 我就生氣了 唉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位置 原來 是不黏死的 這個說明書 我不知道日文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說清楚 我已經瘋死了 沒辦法 因為他這位置是無靈兩可 我真的 唉 真是 好無人 搞得我很無人 他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 他那個 讓你選擇 讓你選擇 固定 和可以讓你自由活動 他比Bandu好很多 他所有件都給足你的 盤谷位 給足你的 這件都有 我還未黏下去 那麼 腳跟這個位 腳跟這個位 左手邊是 自由活動 右手邊這個是固定 多了兩塊 凸了出來的東西 是吸死了 完全不能動 這個是可以動的 這個是可以動的 那麼 膝蓉哥 這個膝蓉哥 是固定 這個膝蓉哥 是固定 這個膝蓉哥 是可以活動的 最初我是選擇 固定的 但是 固定的話 上色好像 麻煩一點 我又想有少許調校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 這個 是不用面膜的 這個獨立件 來的 不錯的 所有的 所有的 可以讓你做到的 動和不動 他都全部給足部件 這個是很好的 我對過這個 最後我決定 應該都是用這個 固定的 因為這個 你看到這裡 這裡是空的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波裝的 你砌完之後 其實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 挺噁心的 但是這個 它是有一塊 填了給你的 好很多 而且這個角度 也不錯 因為 它是抹開 本身 都抹到幾盡 也都這樣 向外轉了 另外 它是咬後了少許 當然 如果你用這個 可動 你當然可以再咬後 多些 但是如果你咬太厚 可能它會 你不會咬太厚 因為人會向後 向後面 很奇怪 這個 抹得盡 其實這個 自由的 可以抹得盡 多些 但是你抹得太盡 它的腳可能 又會不穩 所以這個 我應該都是用這個 固定 膝蓋 因為方便我噴油 就用了 可動 腳掌 是用了固定的 不過腳掌 發生了一個 慘劇 這個就是腳 這個有吸 這個是波磋 你用可動也好 不可動也好 你都是這樣抹下去 這個位置 你是用到 超越死力的抹力 你都未必可以抹下去 那我就蠢 抹不到 那怎麼辦呢 我就這樣 這樣 放在桌面 握它 這樣就慘了 一握它 我發覺這個位置 是向外歪了過去 這個柱 是向外歪了過去 而且是有少許按粒進去 即是完全 幾乎會解體斷 那個慘況 那我更加咬它出來 塞進去 現在是完全不能按燈 你會見到 其實它的腳 有少許偏了 腳板 腳板有少許偏在這邊 因為按摩的時候 它的柱子按摩 是這樣按摩 再按摩 在這邊 現在是很難救得回 真可憐 唉 另外我看到 可以噴電鍍 透明黃 這個鞋子 也有少許電鍍透明黃 其他部分 還未砌到的 都會有 這個位置 其實本來只是圓圈 是電鍍透明黃 但是我真的不懂得 面膜 我真的 很猛 看到這些分件 我完全沒有面膜 那我就用整個面膜 又出現了一個慘劇 就是 本來是用金角的 這支金角 其實我都買了 快兩年了 最初我用過一次 就是 Perfect Grade的Red Rain改 看最初最初最初 那條轉轉轉的影片 你會見到 有些把劍的柄 噴了金角 不過我噴得 噴得多過頭 它變成銅色 金角就是這個壁柄 你很容易噴到深色 還有這麼多 我拿出來用 但是 我看看這個瓶底 不知道大家看到 是一粒粒的 我怎樣攪 我怎樣熬 攪了很久 它的粒粒是還在 即是說 這支是廢了 我猜不到Modori的金角 這麼快就打散了 郡市雙星 Gaya的油 我肯定放了3、4、5年 都沒事的 都不會 都不會 不要說一粒粒 它結硬了 都不會 這支金角 我不知道為什麼 裡面會積聚了一粒 就廢了 我完全放在陰涼的地方 沒有太陽射 都是這樣 最後我炒一支 噴戰鬥暴龍獸的時候 第一次看戰鬥暴龍獸的影片 我也是噴了電盜 再噴透明黃 這支 這支是橙 其實我是一支黃 一支橙 混合出來 現在只剩下半支 噴了很多 E7這麼硬 都沒有事 都不會是一粒粒 但E7有一個廢的地方 就是 新買回來也好 或者你買了在這裡 放了一排也好 你打開這個蓋子的時候 你會看到 這個蓋子裡面是 朗一下朗一下的水 這個蓋子的外面 都是朗一下朗一下的油 很奇怪 我最初買回來的時候 已經朗一下朗一下 我擦乾淨它 用完之後 放到現在 放到暴龍獸 放到現在 我開這個外蓋 那個蓋子裡面 都是朗一下朗一下的 那些油 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這支放了這麼久 是還可以用的 這個 這個最強幻象 我真的想不到 我砌完這個黃金店的事之後 哈哈 砌這個最強幻象 都會不肯的 就沒辦法 即是 我個人 脾氣就補粗 對著這些 有一點東西 就會無心 這就是缺點 各位就不要學了 雖然這個小腿 背後的分件令我生氣 但其實它有很多地方 都比黃金店的事好 黃金店的事有些地方好過它 當然 這次有好過黃金店的事 就是它可以讓你選擇 活動和鎖死的關節 我現在選了鎖死 其實你要看到它的型很漂亮 雙腳又抹得夠開 又咬了效果 你看到我現在 小腿的位置是抹得大了 因為我沒有下膠水 所以它自己會散開 即是向外散開一點點 但其實就算拿了膠水 其實它的型都很漂亮 這個絕對是給黃金電騎士優勝 那個股關節整個在家裡等死 我希望奧進會用LED的關節 不過我覺得它應該會用黃金電騎士 另外有個位置 這個真的比黃金電騎士還差 除了有某些分件 例如小腿 它的手掌 換手掌 黃金電騎士是輕鬆的 沒有難度 亦不危險 這個是很危險 它是前臂 前臂突出一條很有很有的膠 你就是用那條膠水來換手 嘩大哥 你真的 你稍微插在角度 歪掉的話 它有機會都可能白化 如果你眉眼亂插 它真的斷 那條膠水真的很有很危險 我希望砌完膠水的骨架之後 就像黃金電騎士一樣 砌外膠水會順 但其實我看上去也有點害怕 因為其實我已經噴了頭 那些件我還未砌 頭的尖 大家都知道 最強的玩笑頭是尖 白色的 嘩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它要這樣分 三條很尖 很容易會崩的件 很幼很長的 要將三件件 拍在頭的尖 變成一件件 你為什麼要這樣分三件 你想想想 你把三支針 那支三支針 是一條三角形的柱 很幼的 你要將三條三角形的柱 黏起來變成一條三角形的柱 嘩大哥 怎麼搞 你噴了油 你還要下膠水 我又不想用AA膠 因為太危險 我可能試試用雙星那些 黏玻璃 黏透明膠 沒有痕的膠 看看行不行 好 今次這條骨架片 就差不多了 我希望可以 平心靜氣地完成這件事 沒辦法 我這個人實在太耳猛了 這真是搞不定 好 今次來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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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